大家好 又向了網的時間 今天第一節的時間 我們會由一封觀眾傳給我們的信 開始講起 這位觀眾叫Louis 他問長毛的問題就是 其實他本身是社民連和長毛的支持者 假如他是一個台灣的選民 他就會投給民進黨 因為他覺得其實民進黨和社民連 有很多相似之處 例如他們宣傳工作 聲勢和聘請年青人時 很多策略都很相似 你又怎樣看長毛 他看得出很奇怪 雖然我是一名完全不看足球的年青人 對足球沒有什麼大興趣 但是長毛如果阿榮再有空時 何時可否請他上來 阿榮TV向左網 或者長毛甚至可以利用社會民主主義 社會智慧和馬克思角度來分析世界 足球的二化 物質主義化 告資本主義化的問題 就這樣了 接著他就講投票了 投票 如果你做一個類比 國民黨和民進黨 當然國民黨是一個百年老典 所謂的 百年老典 一路都是 無論在大陸49年之前 或者在台灣49年 直到解嚴和全面的普選之前 他都是一黨專制的 所以如果你說投票給民進黨和社會民連比 當然這個類比都是恰當的 因為第一 我們沒有收過證 第二 我們也是和民進黨一樣爭取全面普選 當然民進黨裏面其實有四大派系 到今天這四大派系已經煙燒雲散 譬如福利連線 比較注重這個基層的利益 那些都已經是 較為左一些那些都已經在民進黨裏面 我相信在今天就已經很難再抬頭了 這就是我們和民進黨的分別 當然另一個分別就是民進黨已經是 是經歷了這個創建 由這個黨外抗爭被鎮壓 接著創建民進黨 最後民進黨 由86年到96年10年的奮鬥 開始有了台灣的普選之後 當然和40明年又沒得比 因為40明年都沒有成績 而且成績都是非常小的 所以兩黨之間比不是很… 如果你說大致地類比 你覺得香港現在的政制是保守派 保皇黨和共產黨當道 你投入一個反對派的票 當然這個是合適的了 而且封信都提到 其實你們社民年是一個 比較多年青人參與的政黨 其實你們政黨本身是否 真是路向希望年青化 所有黨都希望年青化 即使是政客當道的大黨 他都希望他的選民會更新年青化 其實所謂年青化的意思 不是要多年青選民的 就是希望將年青人對於社會的 批判是能夠吸納入黨內 成為一個批判的力量 當然這個是 因為年青人本身 從背代上來講 是更加容易接受新的東西 以及更加夠膽去批判狗的東西 其實就你所見 即是你們年青的黨員 他們是有甚麼心態呢 其實我跟我們都沒有太頻繁的接觸 我相信 即是如果你說加入社會民主連線 就是覺得社會民主連線三方面 綱領、綱領立場、行動 以及它對社會、香港社會的解說 即是分析三方面 其實三方面 我想最吸引人的就是 最吸引人的就是 我們的社會行動 所以大部份的年青人 應該是由社會行動接觸我們多些 有一部份是比較成熟一些 或者比較能夠系統一些 去瞭解問題的 那一類就比較認同我們的政綱 或者分析 社會民主主義最弱的就是 政綱我們有了在 但是政綱不是很原備的 第二 這個政綱的基礎 就是我們對於社會民主主義的理論 解說的非常之不足 所以當然是由社會行動 去吸入黨員的政黨必須為了這個好處 而付出代價 就是它要盡快將吸入到的黨員 將他們的水準要提升 我這樣說不是說做社會行動的人 是差過其他人 而是一個政黨必須兼備的幾個條件 其實大家都要努力 就是等於一些比較理論論上好一點的人 他們對於社會行動方面可能比較適合 另外其實這幾天在一些社民連黨員的Facebook裏面 就流傳了一些信 就是他們對今屆的行為 那個選舉其實有點不滿 這個可能就另外引伸了一個關於你政黨的問題 就是可能你組織上 或者是黨外民主的一些問題 其實你對譬如今屆行為的選舉 你有沒有在現場當時 我當時不在現場 其實我覺得社民連是一個草創了幾年的組織 其實一個政黨如果有一些重要的問題討論 它是可以有內部討論 其實現在大量發表在網上的意見 可以在黨內有渠道發表的話 其實在黨的討論是比較好一些 其實那個意思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其實在黨內很多事情 對公眾來說它一時都未必容易明白 但也未必一定有興趣 如果你社民連的朋友將黨內的東西 即是說那些公眾很難明白的東西 在這裡說的時候 其實對它自己和對公眾沒有甚麼好處 因為說不清楚 第二個就是如果是政治之爭 或者策略之爭當然是有益 這一樣的爭論是 如果某個程度上 在社會討論都沒有問題 但你說對於某個人的看法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因為那個人沒有人認識 那些必要的東西 如果你說涉及政黨發展 政治策略 政治分析那當然是 但我看大部份的討論都未是這樣的水準 或者它是有一些這樣的意味 但是就沒有深入去探討 反而就一說了 開頭就已經轉入了一些私人之間的喜好 或者一些關於不同人之間的經驗之間的差異討論 其實對於社民燃有沒有好處 對於社民燃以外的人都沒有好處 你在網上討論都沒有人明白 但其實似乎他們有個指控就是 覺得雖然可能一個政黨 它本身的敏感是民主 但它黨內本身又不是很民主 黨內民主也有個制度的建立 其實當然社民燃在開始建立這個機制的時候 是要類似經驗 其實很簡單你說 兩個候選人之間 它怎樣去拉票 它怎樣發表政綱 其實當然有一個程序比較好些 其實很簡單 退安民燃的黨員覺得要在黨外說這件事 其實它本身已經是 不是很尊重黨內的機制 但現在的問題是黨內沒有一個機制集中 其實在選舉的時候 有沒有辦法將黨內的意見 是有系統的表層出來 非常重要 其實我都不知道他們說民主有甚麼問題 我也不是很清楚你說甚麼 我們下一節再說香港政黨 或者內部的民主情況是怎樣的 人家和美麗 是誰 民主 wissen 你要是有親密的 人家和美麗